高鐵香港段星期日重開 不過星期四在12306網站 車票開售後 很多人都遇上各種問題買不到票 西九龍站更加一度大排長龍 有立法會議員估計 網上買票難的原因是這樣 證明的比例可能是4對1 可能現場是4 網上是1 他出於好意 害怕如果大家鬥快獎 不懂網上那些永遠都買不到票 每個人都拎穿頭 既然是這樣 你的網頁要來做甚麼 不少人反映 未能夠成功以驗證碼買票 港鐵星期五就建議大家用手提電話 現在我們因為有了電話 可以做這個認證 以前的確要靠電郵 我們都鼓勵乘客用電話 因為電話會快些、方便些 他更加強調用香港的電話號碼 同樣會買到票 一定做到 因為昨天都順利在網站 已經買了很多張票 各位想買票 但又未買到的人 就要努力再試試 voilà